可是我感觉这个事情 我们已经帮不了什么忙了 我的定位装置已经坏了 没法定位到第五个节点了 这你放心 定位这种事情 我拔一根毫毛就能解决 你真当自己是大师兄了 还跟毫毛 等一下 那可乐和裤子去哪里了 你知道吗 可乐和裤子 你们不知道他们在哪吗 我记得刚刚你们不是还在一起 把你们引导到这边来以后 我就把意识切回本体 然后急急忙忙的赶过来 啊 刚才我和小黑还有裤子在一起 当我一回头可乐不见了 我们还以为被你抓走了 然后我们又跟头去找可乐 然后回来的时候裤子又不见了 我才朝着裤子走的这个方向过来的 这才掉进了这个地洞 啥 那跟我可没关系啊 他们两个去了哪儿 我可也不知道 不对啊 你这家伙说的话有问题啊 我们是为了去找裤子 才掉进这个地洞的 这才见到了你 你说这事跟你没关系 那我可不信 啊这 那你们这么一说 我大概知道他们去哪里了 他们去哪了 有危险吗 嗯 不能说没有危险吧 有那么一点点危险 他们应该是被另一个我抓走 另一个你 你还真是大师兄啊 真家美红王都来了 哎呀 你们也知道的吗 我有那么多化身 每一个化身都要分出一点点意识 偶尔出现一个叛逆的很正常吧 你们可以理解为精神分裂症 好家伙 精神病都出来了 那你能不能找到他们的位置啊 不把他们救出来 我是不会和你合作的啊 我也一样 我可是和布林姐 还有院长老头 达成了合作协议的 别急别急 我那个恶念化身力量不强的 它只有我十分之一的魔力 按裤子和可乐的能力 是不会被干掉的 有点时间 我确定一下他们的位置 与此同时 这家伙身上的盾要怎么处理啊 我从来没有打过乌鸟啊 我记得好像是得等他用一个球 攻击我们的时候 把球打回去才能破盾 这个家伙明明只有一百血 怎么打起来感觉比那家还难啊 没办法了 只能先这样耗着了 不理解他们应该很快就会来救我们的 那也得见着到他们来啊 哎呀 真是头大 好了嘛 怎么你找个分身还要这么久 我赶时间下班啊 这才几点你就想的下班 下班也得把裤子他们救出来啊 要不然老头承诺给你们的东西 我直接可扣一半啊 不是吧 哎 咱们好歹都是传奇集的 你要不要那么小气啊 哼